往年流感高峰期是出现在二三月左右 接着会开始下降 但是今年却反常 到了五月还在流行中 而且疾管署预估 接下来两周流感疫情还会再持续的上升 有医师分析因为四月防疫解封 口罩令松绑 加上现在春夏交替天气不稳定 都让传播风险提高 也有医师认为去年十月 接种的流感疫苗效力陆续失效 也是原因质疑 小朋友用力吐气给医师检查 现在流感病毒发威 周一早上有一位妈妈一打三 带着孩子看诊 其中一个人先得流感 然后就慢慢传 新冠感染的机率比较少 但就其他的病毒也都有起来这样子 这一波的话得流感的 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春夏交接的时候的话 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传染病 大家一定要小心 医师认为因为防疫解封 加上天气不稳定 导致今年流感疫情还在高峰阶段 黄黎明医师也分析 往年流感高峰会在二到三月时下降 但今年已经来到五月 却依然流行 推测是去年十月接种的疫苗 陆续失效 加上今年又是流行 H3N2病毒株 使感染数跟重症个案都持续增加 建议引进加佐剂的流感疫苗 而机关数也预估未来两周流感疫情 还会持续上升 加佐剂的话就是说 它的那个抗体会比较高 但是相对的副作用也会比较高一点 建议民众还是把口罩戴起来 可能要拖到五月中或五月底 医师建议有呼吸到症状的民众 尽量少出门 在家休养 民众别轻忽 新冠防疫解封后 小心其他传染病 也跟着解封 谢谢陈琳 甘尔蒂 太平报道